新聞大白話可以正式加入會員了 可以觀看不定期的獨家影片花絮 還有神秘小禮物不定期抽獎的優先資格 再一次邀請您加入我們的會員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今天的確診數字 本土是35640例 境外有62例 而死亡人數今天是聽起來蠻高的 有84人死亡 中重症是254 所以看起來我們現在這個疫情 還是挺嚴峻的 但是並沒有感覺到說 民進黨覺得說現在很嚴峻 民進黨現在覺得自己很棒棒 還有高端他們口中還是覺得那麼棒 棒到什麼呢 錯都是別人在錯 今天吳釗燮還講什麼 他說這個不僅日本不認高端 其實是WHO的問題 因為WHO認證的時候 其他國家開放的程度 大概也不會到理想的階段 源頭就是WHO 所以就是甩鍋WHO 那這個關吳釗燮什麼事 他為什麼一直要出來講高端 其實外交部好像從之前 也都是這麼挺高端 因為那時候我們高端疫苗 還主動就是這個 還有發這些公文給駐外館 就說有幫是不是要接種高端 然後我們也可以有所安排 但是這個消息被泄露出來 吳釗燮震怒 傳出說要拍案 徹查洩密者 所以這外交部到底跟高端 是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為什麼這麼互高端 那李秉穎來說的話 李秉穎現在在講 講到了中資這個話題 他就講 這不影響臨床的這個試驗進行 他說有沒有中資 不代表政治意涵 他說其實很多吃的都是中資 從中國進口 也有很多Made in China 中資很多也都是台資 很多台商也在那兒 那你也都可以說是中資 這一段話其實就是大家 一般人的一個認為 只是說從李秉穎 你們之前那麼抗中保台的人 口中這樣講 就覺得很奧妙 你突然對著高端的時候 你就開始講人話了 所以那你來講的話 就像台資跟中資 兩岸一家親 兩岸融合也沒關係 但是你之前是怎麼講的 郭台銘要買BNT的時候 你就說聽說快過期了 國藥科興保護力是怎麼樣 他就說這個保護力升3% 那這個不打還比較好 還去民視的政論節目上頭 這樣子講話 所以以前對於中國大陸 講法好像是另外一套 但是遇到了高端就會大轉彎 還有這個包含了衛福部 現在是不是要洗白這個中資 因為中資這件事情 其實從頭到尾都是民進黨 刻意要放大這件事情來做 中資怎麼了 中資好像有毒一樣 中資如何如何了 所以現在高端如果有中資 參與這個臨床試驗 學員講法也是轉彎 他就說這個臨床試驗 有沒有做好跟是不是中資 是兩碼子事情 那高端又改說 就說是千元首是美資 是美商 衛福部也說 那我們就是再看看 會不會重啟試驗之類的 可是同樣的標準 如果遇到了聯亞 一次什麼狀況 四票補見十七票不同意 就馬上就出局了 那聯亞是一次就出局 但是高端發現中資 竟然還可以一世在世 所以其實總歸一句話 就是你民進黨逢中必返 你把自己給逼進絕路了 因為跟中國大陸的連結 我們就是這麼的緊密 就是有不斷的有這樣子的 一些供應鏈的一些連結 那你之前一直要把這件事情 刻意的意識形態的操作 所以你把自己這樣子逼到決定 你現在這個左手 左左右閃 也不能沾到任何這個大陸色彩 可是疫情已經進入了尾聲 可是發現原來捧在手掌性的高端 是跟陸廠合作 小丑就是你自己民進黨 那更不用說 我們一直在那邊講什麼 抗中保台 抗中保台 這個立陶宛的議員訪立院 講說我們台灣的民主 比想像中更強大 但是竟然被立陶宛反酸了一件事情 說我們台灣承諾的投資 竟然連一歐元都沒有兌現 這不也是民進黨 抗中保台的戲碼 結果我們演了半天 我們挺立陶宛 我們跟立陶宛站在一起 結果我們沒有給人家錢 之前宣布十億元的融資 這國發會說加碼 還有兩億美元的基金 要投資他們的產業 甚至還有MIT的晶片 半導體的合作 那後來沒對線 我們先問曉欣 其實你可以看到 民進黨只要碰到了高端 什麼話都說得出來 而且抗中保台四個字 完全就指他們宣傳口號 其實就是一場騙局 你就想想看 那些所謂打高端的 我們先排除 就因為工作的關係 不得不打的人 被逼迫只要打高端的 那些特別想打高端的高端仔 當時是怎麼說的 是說這個是台灣的 台灣之工有台灣價值 民主疫苗 然後打了之後肚子好 人變漂亮了 耳聰慕名了 結果最後他打進去的東西 第二期的實驗 原來是有中資 現在竟然一個人都沒有吭聲 你想想看 如果現在這東西是BNT的話 會罵成什麼樣子 當時陳時中是怎麼搞的 我們再複習一次 陳時中在立法院裡面 就公開造謠說 BNT是在深圳分裝 所以連分裝都不行 對不對 跟中國大陸扯上邊 連分裝照理來說都不行 甚至陳時中還說過 中國打的我們沒興趣 我們不要打 所以你看 連中國大陸打的疫苗 不管他哪製作 你都覺得沒興趣的話 那今天高端怎麼可以 甚至在第二期 臨床實驗的時候 有一個人叫做陳建仁 我國的前副總統 也是參與了實驗不是嗎 所以你講說那個數據 數據是不是又被保存 變成是中國大陸 他能夠去掌握呢 我其實個人本來 是不會這樣子想的 因為我會覺得 這個產業鏈本來就是 台灣的很多藥品 跟中國大陸 Made in China 它是一條龍的 它是有合作關係的 但民進黨對於政治的態度 對於兩岸的態度 一向是所謂他認為 你一定要敵我分明 否則你就是中共同路人 結果我們發現什麼 李秉穎現在也開始講了 中資跟台資是一樣的 然後現在今天也被發現說 鄭運鵬以前 跑去人家這個中國大陸 去申請專利的時候 也說自己是中國人 那這個時候 面對自己是可以這樣子的 你自己可以去賺大陸的錢 你自己可以高端用中資 可是別人不行 所以這種綠能你不能 你就讓大家看到了說 為什麼要不斷的 用抗中保台說謊去騙人 遂行自己的意識形態 但實際上完全做不到 打臉自己呢 就是綠能你不能 這個高端現在 這一場這個爛攤子 現在民進黨逢中必返 自己不知道該怎麼收拾了 賓哥 其實我覺得高端這個東西 不要再去推給別人什麼東西 這就是你民進黨政府 從頭到尾亂護航 在那邊硬幫高端拗 拗到現在變成這種結果 吳釗燮現在還要推給WHO 這太好笑了吧 你衛福部前兩天才自己講 我記得上禮拜講了 你說其實不只高端 到現在團結聲音還沒過被擋 全世界有34個疫苗都被WHO擋下來 所以人家不是單純擋你 所以你要怪WHO幹什麼 人家就是這34個疫苗 都沒有達到WHO的標準 你沒有做完該做的實驗 沒有得到該有的數據 所以人家不發給你剛好而已 不然呢 不然你要怎樣 你要WHO一樣 像你民進黨政府一樣爛 我管你是什麼 只要台灣來了我就給他過 是這樣嗎 你覺得WHO會幹這種事情嗎 人家像你這樣無恥嗎 然後再來你現在老實說 我們政府如果有指示外交單位 想辦法去推銷高端 我個人認為沒什麼錯 到底有什麼錯 推銷我們自己國家的產品 錯在哪裡 沒什麼錯 那吳釗瀉幹嘛去查辦 這有什麼好查辦的 你去推銷這不是理所當然 我們國家外交部 想辦法幫我們廠商推銷產品 這到底犯了什麼法 那你幹嘛那麼緊張 表示你自己都覺得很丟臉 你真的覺得不可高 你自己都覺得這種行為是 不可以告人的 很gain小的事情 不就是這樣子而已嗎 不然的話你到底在查什麼查 那李秉穎當然終於會說人話 你講的都對 我這次完全贊成李秉穎的意思 本來你就算實驗 跟中國大陸那邊合作 又不會怎樣 對 重點只要疫苗本身是好的 沒問題的就OK了 那問題是之前BNT 你們連包裝都要計較 你忘記這件事了嗎 連包裝都不行 那這件實驗 那如果按照你民進黨 過去的標準的話 任何東西只要沾到中國大陸 就沾到可怕 你就變成中共投入人 你的東西就被習大大掌握了 那你知不知道 我們陳建仁副總統 不是有參加高端的實驗嗎 對 數據都被掌握了 所以你知不知道 陳建仁的DNA 被習近平掌握了 死定了 完蛋了 搞不好哪一天 習近平按一個扭 陳建仁就突然說 我中華人民購合國萬歲 搞不好就這樣了 照你民進黨的理論 不就這樣嗎 每個都變中共統入人 對 那所以現在第一個 我強烈要求 所有參加高端臨床實驗的人 全部就近看管 而且要嚴密監視 看他是不是中共統入人 是不是匪諜 按照你民進黨的邏輯 不就這樣嗎 因為你們過去都這樣說 任何站到中共的東西都不行 不是這樣嗎 那現在你怎麼解釋 現在你在告訴我沒關係 那衛福部滿嘴的胡說八道 什麼叫做 不排除重新做臨床實驗 什麼意思 請問一下什麼意思 高端現在EUA到底要不要 到底還有沒有都不知道 因為到月底就要交報告 到現在報告沒交 那奇怪了 高端要不要再重新做臨床實驗 關你衛福部批示 對啊 而且這個疫苗還有人要打嗎 你有哪一個250要打 沒有了吧 就衛福部只要撤掉就好啦 你就直接撤掉EUA 高端喜不喜歡做臨床實驗 你看你高不高音功 那太加壓的事 乾你屁事 奇怪了 你們為什麼一直要去幫高端發言 所以我就不懂 到底你是高端業務代表 還是怎麼樣 為什麼這個政府 老是跟高端扯不清我 都搞不懂為什麼 然後現在聯亞 為什麼一次就結束 然後高端你們護航到這個程度 我也不懂為什麼 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 你們跟高端到底勾結成什麼樣 你是不是要把所有資料 拿出來給大家看 最後很多人會在那邊績笑說 我們到現在居然給立陶宛承諾 一毛錢都沒給 幹得好 為什麼要給 之前立陶宛人家不過來話兩聲 我們就已經買了他多少東西了 然後現在你就要我們去那邊投資 還投資半導體 請問一下立陶宛到底有什麼條件 在那邊設半導體廠 你告訴我如果德國法國都沒有辦法滿足 我們的半導體廠的條件 請問一下立陶宛算哪根充為什麼可以 他到底有什麼相關的條件 是電力比較多還是人才比較多 還是勞工特別好 如果都沒有的話 為什麼要去那邊設廠 為什麼要給他這麼多的挹注 立陶宛跟我沒有邦交 你忘了嗎 就是因為我們當初承諾 要給立陶宛12億美金 結果現在我們一堆友邦來跟我們要錢 忘記了這件事嗎 他跟你沒有邦交 他現在承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為什麼要給他錢 莫名其妙 好 惠宛哥 兵哥講到立陶宛 我當然是把壞消息再加碼一下 換烏克蘭好了 我們給了好多 我們要給烏克蘭5600萬美金 這個跟之前的3300萬美金 是不一樣 這是另外一筆 然後外交部長說 相信國民黨在立法院也不會擋 國民黨在立法院的戰力 就不用我來跟大家做說明 我剛剛算了一下 徐曉昕要到2032才能選總統 所以學長我一定要保持健康 2032之前我不能死 這個觀眾朋友跟你講 這個有多可憐 我們的外交部長說 這個我們之前在基輔 就在烏克蘭的首都 我們是沒有代表處的 然後我們之前的簽證 都是要跑去莫斯科 但是莫斯科現在跟他在打仗 所以外交部長說我們趕到波蘭 你為什麼要趕去波蘭 你應該跟烏克蘭講說 你要我的錢可以 那你應該讓我設代表處 我給你這麼多錢 然後你不讓我設代表處 然後我的代表處 這個業務還要弄去波蘭 就是剛剛賓哥講的 烏克蘭也不承認我們 那你不承認我們 你們跟我要錢幹什麼 巴拉圭是我們的友邦 他要跟我們要10億美金 我想說那給你就算 你就要錢 那你立陶宛跟烏克蘭 都不是我們友邦 你憑什麼要錢 你要錢 你跟大陸要 你有沒有跟我要 大陸比較有錢 你們不要弄錯 這個李秉穎醫師 今天又去叩叩姐的節目 Again又去叩叩姐 我不曉得 叩叩姐節目這麼有魅力 這怎麼樣 很有魅力 台大醫師都不用看診的 他還叫他幫他跑新聞 這樣這麼厲害 撒嬌 我最後講到這個數字 因為這一次就是2018之後 民進黨是拿了六個縣市 所以如果一個月之後的投票 民進黨還是六個縣市 他就是平盤了 就六跟六 我有輸嗎 我還是六個 剛剛這個小新提到 那個其實很重要 就是說不要像2018一樣 就是你贏了2018 結果輸了2020 你2022贏了 2024又輸 到底是 這是為什麼 因為這個就變成沒有意義的 但是剛剛你要想想看 昨天在民進黨的專訪會 柯建民老柯講了兩個例子 一個是林志堅 一個是郭國文 尤其是郭國文 這個我真的是 真的看了眼淚都快掉下來 本來是贏的 郭國文是跟謝龍介補選 本來謝龍介是領先的 這不是謝龍介的錯 但是整個內外在的環境 最後過過逆轉贏了3000票 所以觀眾朋友我的結論是說 柯建民講這個例子重不重要 你覺得台北一定是講萬安營嗎 他就是最後一個 柯建民講的就是最後一個禮拜 整個逆轉 因為十天之後就不能再公布民調 十天之內 所以他是最後一個禮拜 逆轉超車營了 所以柯建民他講的 當然是鼓勵民進黨的這件事 但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還有一個月 其實是還有很多變數的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廣州馬上回來